在这个没完没了的疫情期间 你一定要记得多吃骨泪 为什么叻?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静雯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关于为什么一定要多吃骨泪 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很常听到人家讲 骨泪很好 对身体很好 要多吃骨 到底是为什么? 具体是什么原因? 大家有没有想过? 是不是不知道叻? 没有关系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骨泪里面有多糖体 其实早在60年代的时候 科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 骨泪里面有多糖体 而且这些多糖体有很好的抗癌效果 而且每一种多糖体都是有它独特的效果 而且每一种多糖体都会对一些某种癌症有疗效的 但是那个量一定要够 而且研究证实了 经过浓缩碎取的这个多糖体 会比拿那个骨泪磨成粉 会更有效 所以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 在这个疫情期间 一定要多吃骨泪 因为这个骨泪里面的多糖体 可以增强我们身体里面的 白细胞结素和干扰素 来提升我们身体对病毒的敏感度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身体可以以最快的速度 去毁灭这些入侵我们身体的病毒 还有这个骨泪里面的多糖体 它可以活化跟增强我们的免疫细胞 所以尤其是想要提升免疫力的人 还有提升抵抗力的人 一定要多吃骨泪 还有就是比较高风险的感染人群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老人家 家里的老人家 还有小孩子 还有时常不舒服 比较容易生病 免疫力比较弱的人 也是要多吃骨泪 再来就是呼吸系统比较弱的 就是时常伤风啊 鼻子敏感啊 很常磕瘦 很多痰的人 还是比较容易感冒 哮喘的人 也是要多吃这个骨泪 再来就是时常在吃药 长期在吃药的这些人群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长期在吃药哦 长期抑制着他的免疫系统啊 所以要多吃骨泪来提升他的免疫系统 再来就是即将准备动手术 或者是刚动啊 手术正在做治疗 正在休养 正在疗伤 或者是在做一些电疗 化疗 洗肾等等的 因为要一直进出医院 进出治疗的场所 所以会聚集比较多细菌冰毒 然后这时候免疫系统又比较弱 所以是比较容易受感染 比较容易感染到细菌冰毒的 除了刚刚所讲到的这些高风险感染人群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多吃骨泪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病毒 所以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 再过每一天啊 这样下一个video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底我们要吃哪一些菇类 哪一些菇类有着很高很高的营养价值 然后也有着很多很多种类的多糖体在里面 这样子我们下一个video再见 拜拜